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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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色彩也没有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有那么多感官 肉欲的颜色的那种鲜艳的色彩 然后我们看到是一个中下层阶级的家庭 我们看到有一个母亲 然后在为两个孩子准备晚餐 然后很明显的这个小女孩的姿态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女孩的姿态她正在好像在做祈祷的准备 就是餐前祈祷 但是好像她可能不是很熟练 所以妈妈可能还在教她 正在教她怎么样去做餐前祈祷 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 那么在他们吃饭前要祈祷食物 祈祷种植食物的人 祈祷做食物的人 祈祷给他们带来食物的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说呢这样的祈祷呢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每天餐前的一个必须的功课 所以这个小女孩从小就开始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 好我们看一下呢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些等于会有一些放大的图 狄德罗也就是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的一个强烈呼声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人 狄德罗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的事同时他也是一个艺术评论家 而且呢狄德罗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我觉得他最伟大的一个成就是 他编写了百科全书 大百科全书就是狄德罗编写的 当然狄德罗呢当时其实编写百科全书呢有一个呢是因为 他觉得当时的很多的平民百姓很容易被愚弄被糊弄 他觉得是因为他们不懂的知识 他们没有办法学习到那些对他们能够生活和包括对于这个宇宙的了解的这样一些知识 然后呢只有那些贵族啊等等他们呢却不重视这些而且呢是享受 所以他觉得百姓容易被愚弄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知识 所以说狄德罗就编写了这个大百科全书 然后让一般的民众就当他们对生活对各方面有困惑和有疑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查找可以从书中去查找 所以这是狄德罗做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 这是百科全书的编写 好狄德罗是这样来评价关于夏尔丹的作品的 他说读别人的画我们需要一双训练过的眼睛 看夏尔丹的作看夏尔丹的画我只需保持自然给我的眼睛好好的使用它就够了 好然后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画作的细节 这个画作的细节 我们看到这个为孩子正在准备餐食的母亲 然后我们会看到他的衣食然后他的妆容然后他的衣服都非常朴实 很平时的就是一般的当时的这样一个法国的中下阶级的家庭 好然后我们这里也看到小女孩很可爱的小女孩 彻影也非常漂亮 然后从衣照来看呢都是很朴实的家庭 好那么夏尔丹呢就有大量的类似这样的作品 然后我们这里再看两幅 然后这一幅呢叫做持羽毛球的姑娘 然后这一幅呢现在呢藏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被收藏在这里 然后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这个小女孩啊 很纯真可爱的这个面部表情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和我们现在有一些动漫里面的 所表现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啊 他其实有一点那种卡通动漫很可爱的感觉 然后包括他的衣饰 特别是我们看一下羽毛球 这个得以使我们了解到18世纪 当时法国人玩的羽毛球居然是这个样子的 和我们现在的羽毛球是不太一样的 好我们看这一幅啊 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呢叫做市场归来 市场归来 然后他表现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主妇 当然也可能是仆人啊 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他去了市场 结果他拿回来什么呢 我们说提的就是什么鸡呀鸭呀 然后还有大块的面包啊等等 就是和人们衣食住行很相关的 而且呢非常朴实的很平凡的一些东西 所以类似于这样的画作呢 我们说画作里面有人物 可是这些人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好像包括这一幅也是 这个小女孩子 所以说他跟肖像画是不一样的 肖像画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登记照 大头照的那种感觉 就以人物的头像为主 所以这样的画作呢 虽然有人物 但是呢他们都在有一些事情 或者说有一些活动的表达 所以这种画作呢我们把它叫做风俗画 叫做风俗画 所以夏尔丹以及维米尔 以及前面讲到的伦布朗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风俗画家 好 那么夏尔丹呢他除了画了这些风俗画作以外 他其实还画了非常多的境物画 而且呢从现在来说呢在艺术史上 夏尔丹的境物画的这个艺术地位 可能是超越了他的风俗画 比方在这一段画里面就讲到 他说在夏尔丹之前 法国只有境的物品 也就是指一般的这种境物画 他说可是自他之后才开始有了境的生命 大家就会想这个境物画 居然是成为了有生命的这样的作品 那么这会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呢 好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境物画作 然后当然我在这里选取的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很爱很爱这个作品 我们看一下画面很简洁 极简洁 其实我觉得在从人物肖像画 如果说最出色的我觉得可能可以排第一 第二的应该是我们在前面课程讲到过的 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但如果说要在境物画里面选出一个No.1来 我觉得夏尔丹这幅画绝对可以选出来 我觉得绝对是非常棒的这样的一幅作品 比方我们看这个作品啊 从构图来说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很简洁的一个好像在桌子上面放了几个东西 而且呢它完全四平八稳的构图你会觉得 好虽然是四平八稳的构图 然后上面放的东西也很简单 比方说几颗蒜 甚至还有包下来的蒜皮树叶等等 然后呢再就是非常简单的一杯水 一杯水 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瓶罐 然后这是生活当中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东西 可是这么普通的东西 你却在看到它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感动 然后你觉得原来朴实的生活当中 竟然可以这么美 竟然可以有这么的静谧的感觉 所以在这种作品面前 你觉得你好像那个佛照的心一下就安静下来了 一下子就看到生活之美 真的是无处不在 所以这种作品我觉得绝对是大师级别的作品里面 它才能够蕴含和透露出来的这种气息和能量 而不是一般的很 这个一般的那种小作品里面 随便画几个东西画几个花朵 它其实没有这个能量的 绝对是大师级的作品 绝对是它对这个物品对生活的理解 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的人 它才能表现出来在作品当中 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 同时再给大家看几幅夏尔丹其他的作品 这也是它的金武画作 然后这一幅叫做《铜水香》 然后《铜水香》这一幅应该是 现在也存在巴黎的陆浮宫 然后也是比较出名的一幅 然后这个《铜水香》 其实我在其他的作品里面 也会看到像道具一样出现 出现在背景当中 应该这是当时法国人 经常会家庭里用到的 可能用来储水的 这样一个铜水香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幅金武画 我们在夏尔丹的金武画里面 能看到的全是生活当中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东西 可是夏尔丹就专门去画它 所以我们看到你描绘的是金物 描绘的是物品 好像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可是我们在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想到使用它的人 然后比方鸡蛋 我们去吃那个鸡蛋的人会是谁 然后使用这个水香的人是谁 是谁在用它喝水 所以你看到这个背后 实际上这个人的气息是很浓很浓的 甚至我们在想 谁生活在这个空间 谁在这里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很浓厚的 这样一个生活氛围的表现 所以这也是夏尔丹的这样一些 静物画生活作品的当时 为什么会这么的受欢迎 所以有人誉为 所以它是静的生命 不再是静的生命 而不再是静的物品 而是静的生命 所以它们背后是有很强大的生命力的 是有人的存在 好 然后夏尔丹呢我们从风俗画和静物画给大家做了介绍 下面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和夏尔丹也是同时代的 另一位画家 这个画家呢叫做格留兹 格留兹 然后格留兹呢有人把它叫做道德画家 有人把它叫道德画家 为什么叫道德画家呢 因为格留兹呢他觉得画家应该有一定的职业道德 画家在他的画作当中不能够指向当时的洛可可的这样的一些人 就只画一些风流运势 只画一些美丽的人体 然后只画一些这个符合他们当时的这个肉欲感官享乐的这些作品 然后他觉得画家是有职业道德的 是要维护一些东西去宣扬一些东西的 所以这样呢格留兹在他的每一幅作品里 他觉得都必须要有一个道德的说教 这才是画家所应该承担的这样一个社会职责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幅他的作品 然后这幅作品呢叫做受惩罚的儿子 好我们看这幅作品 实际上在这个受惩罚的儿子之前呢 他还画过一幅叫做受诅咒的儿子 也就是当时呢法国呢其实也是对外侵略的战争呢也很多 也在实施他们的海上霸权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当时的人们的生活呢就过得很苦难 然后呢包括招兵买马 就是很多的年轻人都被这个政府宣传要去当兵 然后要去打仗 好然后这个儿子我们看这是儿子 所以他的前一幅叫做受诅咒的儿子里面呢 就是这个儿子执意要去当兵 结果他的父亲就不同意 因为父亲也认为这是一个霸权的战争 也不同意儿子去参加这样的战争 而且我们都知道在战争里面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最后参加战争的这些人呢通常很多呢 他们的最后自己的生活啊身体啊都会受到很大的损伤 所以这样的父亲不同意儿子去 结果儿子一定要去 所以前面一幅呢就画的是这样一个叫做受诅咒的儿子 好然后紧接着他画的第二幅就是受惩罚的儿子 也就是说儿子去参加了战争 结果回来以后呢他确实他的身体是绝对受到惩罚 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儿子倒在这里 虽然说他捡回了一条命 可是我们看一下他的胳膊断掉了 他已经成了残疾 他的胳膊断掉 失去了一只胳膊 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呢老父亲已经病危躺在床上 床上奄奄一息 然后所有的家人呢都在为父亲的病痛啊呼喊啊 然后想寻求帮助啊 然后所有的人呢都不看这个儿子 或者说大家都不屑于去理睬他 然后儿子呢也露出很羞愧的表情 然后觉得非常惭愧他去参加了这个战争 甚至大家会看到这里有小狗 连这个小狗都不理他 然后小狗都和这个孩子是一个相反的方向 大家看到和儿子的方向是相反的 就连狗都不理他 所以整个画面呢就是体现一个 就是大家全部都在孤立这个儿子 因为这个儿子他必须受到惩罚 当然呢格六四在这里还在讲到的一个意思是 不听父亲的话最后呢也会被受到惩罚 所以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道德的说教在这个画面里 好那么这是格六四呢在画面当中 在这幅画当中所表现的道德说教 好我们再看这幅作品 这幅呢也是格六四想表现道德说教的一幅作品 可是我们看上去他会和我们前面一幅呢 受惩罚的儿子完全不一样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幅作品呢叫做打破的水壶 好那么格六四画呢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啊 这个水壶在这个旁边啊在这个旁边 他其实呢当然也可能这个图片呢有 就不是很清晰这个地方确实是有打破的水壶 这个水壶被打破 好那么在法国的民间有一个谚语啊有一个民俗 也就是打破的水壶呢就代表着少女失去了童真 所以格六四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其实是表示就是少女失去童真是不好的 那么他在提醒人们要重视这个问题 要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呢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呢他也确实找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来当模特 然后让他来画这个画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幅画画着画着 格六四爱上了画中的这位模特 他爱上了这个女孩 好结果呢所以说我们在这幅作品有看到 他的道德缩教呢就没有前一幅那么浓 所以他的虽然说也画了一个打破的水壶 可是呢因为格六四爱上了这个女孩 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女孩呢 就因为他对这个女孩有感情 对她有爱恋有喜欢 他把这些全部画在画中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可爱 然后很纯洁很美的一位少女 我们会看到是这样一个形象 所以这幅画看上去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好比较幸运的是呢 格六四后来呢真的和这个女孩恋爱了 也是他 然后这一幅呢他叫做抱着鸽子的女孩 就是这个女孩还是这个模特 然后最后呢他和这个女孩不光恋爱了 最后还结婚甚至 然后过上了比较幸福的生活应该是 所以说呢最后呢当然格六四来说呢 还是就是抱得美人归啊 所以在这幅作品里面我们看一下 因为他对这个女孩的爱恋和喜欢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形象 所以反而格六四在这样的作品里 包括刚才那一幅打破的水壶 以及这一幅 所以这样的作品呢反而大家会更喜欢 但是前面呢他那个表现道德说教的 比方说受诅咒的儿子呀被惩罚的儿子 因为太过于宣扬一个道德的一个一个 就是说教味道太浓 所以大家反而不太喜欢那种作品 所以那种作品呢也不太多人记住 所以现在基本上提起格六四这个画家 人们记住的都是他的这样一个抱鸽子的女孩 以及前一幅这个打破了水壶的作品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请大家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因为对于格六四来说呢 当然呢其实每一个流派艺术 或者是艺术样式的呈现 它其实是有它的必然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所流行的上流社会的这个洛可可艺术 它太风花雪月了 太轻浮了 太粉子飘香了 然后太像富人献殷勤了 所以被当时的这样的一些改革派呀 民主派呀 他们觉得是不屑 就是你怎么能够只在生活当中只画这些东西 那么就是当人们在对这个肉欲享乐和感官 他追求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那么就一定有一个东西会出来平衡 那么就是艺术的这样的一个 比方说现实主义夏丹 以及像格六四这样的画家 那么他们就会就会觉得 就是那我就要用现实的 或者说用一个平凡的 用一个朴实的东西来去平衡 他们这样一个过于享乐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实际上在艺术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这个现象其实很普遍 比方我们前面讲到基督教的诞生 基督教的诞生是因为在古罗马末期 因为古希腊和古罗马他们的神话 或者在他们的这样一个宗教的这种信仰里面 他们崇尚的就是一个人的享乐 而且当最后那个享乐发生到极致 那我们当时提到 我们说古罗马跪着最后会让自己吃到兔 然后再去吃 那种极致的这样一个感官的享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基督教他就开始为穷人说话 然后我们要追求一个精神的 这样的一个崇高 我们在精神上 我们如何可以达到我们内在的这样一种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平衡 就极端的享乐以后再到一个平衡 好结果呢 基督教盛行了 我们说经过中世纪一千年以后 就一千年黑暗的 这样的一个很清苦的清教徒的 这样一个禁欲主义的流行 然后让大家都完全已经忘记了自己 失去了自己这种人性的尊严甚至 你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享乐的时候 然后结果文艺复兴开始了 文艺复兴就开始提到 那人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享受 我们的所有 所以包括威尼斯画派也会出现 那么他们会讲究人的欢乐 讲究人文精神 所以又开始注重人 好然后最后就发展到巴洛克 巴洛克也在注重感官享受 然后一直到洛可可 结果洛克已经去到感官享受的极致之后 然后我们说现实主义的夏尔丹 隔楼兹等等这些画家又会出现 所以我们会看到 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它就是这样一个波动曲线 也就是肉欲的感官到极致 好现实就来拉回来 然后那现实如果大家过得太辛苦 然后我们在那个对于人的享受 或者生活的轻松和自在 我们又会冒出来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是其实真的就是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的 好所以刚才呢也谈到了 关于格楼兹这个画家 我们说格楼兹的出现 包括夏尔丹的出现 一定是应了时代的潮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觉得画家的职责是怎样的 或者说画家的义务又是怎样的 或者说画家的使命是怎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介绍了好几位 好几位很伟大的艺术家 从文艺复兴 然后到巴洛克 然后到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一些 包括伦布朗啊 维米尔啊 然后刚才的我们讲的 我们讲到的夏尔丹 包括格楼兹 如果看到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 他们所追求的 他们所坚持的 或者他们所觉得自己 应该去宣扬的东西 其实我们看每个画家 都有不同的特点 所以这里我想请大家 就来思考一下 关于画家的职责 义务和使命是什么 你觉得你怎样去理解它 或者说在理解这个背后的同时 然后我也想我们把画家 这两个字换一下 换成你 我们现在在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在视频面前的同学们 你说你的职责是什么 你的义务 你的使命是什么 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作品 和画家画作 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深的思考 好 这个问题呢 留给大家 留给大家 好 今天呢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今天呢我们讲到了 关于18世纪的法国 好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19世纪的法国 好我们看一下 艺术中心仍然在法国 可是19世纪的法国 可能那个流派就非常多了 然后我们会选取其中最主要的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